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闻网10月3日发布新闻公报称 香港特区政府今日对美国议员提出所谓法案 妄图动和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特区人员表示强烈谴责 新闻公报提到 法案要求检视江律政司司长 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 警务处处长 以及多名法官和检控官列入所谓制裁名单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 美国政客对有关事况执意制作网文 公然叫嚣向屡职尽责的特区人员做出所谓制裁 其拙劣政治戏码和卑劣用心昭然若结 新闻公报称 特区政府发言人说 维护国家安全显而易见是属于主权司法管辖区的内部事务 香港国安法在港实施不受到任何刑事的干预 2019年发生的黑豹和港版颜色革命 严重危害香港社会安宁 香港国安法的成功落实 让广大香港市民生活和经济活动迅速恢复正常 营商环境得以恢复 为该等美国政客对有关事况执意置若网文 更公然叫嚣向屡职尽责的特区人员做出所谓制裁 其拙劣政治戏码和卑劣用心昭然若结 特区政府予以强烈谴责 香港特区对于所谓制裁嗤之以鼻 无惧任何威吓 定当继续坚定不移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 特区政府强烈敦促该等美国政客认清事实 立即停止不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行为 并立即停止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 发言人表示 发言人还称 香港国安法实施三年多以来 香港特区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 切实秉持有法必依 违法必究的原则 香港特区执法部门 在履行香港国安法规定的职责时 一直根据证据严格依照法律 对危害国家安全的人 机构和组织 依法采取执法行动 香港特区律政司 按基本法第63条主管刑事检控工作 所有检控决定 基于所有可接纳的证据和适用法律 进行客观分析后做出 香港特区司法机关 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而所有面对刑事指控的人 都享有接受公平审讯的权利 法院严格按照证据和所有适用法律判案 案件不会因涉案者的职业 政治理念或背景 而在处理上有所不同 而控方有责任在毫无合理疑点下 证明被告人犯罪 被告人才可被法庭定罪 香港特区的司法制度 一直深得国际社会推崇 任何国家组织或个人 企图利用政治力量 干预香港特区的司法程序 都是破坏香港特区的制法行为 应受谴责 发表有意图干扰或妨碍司法公正的言论 或做出有同样意图的行为 极有可能构成形式 妙视法庭罪或妨碍司法公正罪 发言人重申 香港特区坚决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 特区政府会坚定不移 全面准确实施香港国安法 并进一步健全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依法有效防范 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 同时 依法保障香港市民的权利和自由 确保一国两制实践 行稳支援 全面准确实施满感 地坏